台中警分局中心派出所远警 日前執行巡逻情勿 发现了一名男子躺卧路边 得知游客室钱包疑失 无法返家之后 是主动自掏腰包 购买了餐点供男子果腹 并且也协助申请穿姿救助 让男子可以平安返家 你户籍是在花莲嘛 对不对 他们那个好像可以说 让你买车票去花莲 警方在向男子确认完身份后 向他说明可以利用穿姿救助的方式 免费购买回到户籍的车票 而画面上这名诚信男子 日前来到台东游玩 却不慎将钱包移失 无奈之下只能躺卧路边休息 被巡逻的台东警分局的远警发现 而警方在了解男子所碰上的问题之后 立即自掏腰包购买餐饮 攻城男果腹暖身 而随后也利用警车 将诚信男子载往台东火车站 并协助诚信男子 申请穿姿救助 购买车票 让诚男能够顺利搭乘火车返家 而诚男也对于警方主动的关怀 表示万分的感谢 台东警分局也表示 警察除了全力维护交通治安之外 也会适时地关怀民众安全 民众如有临时急难搭车的需求 经身份确认后 可由警方协助申请穿姿救助 让缺乏车资购买车票返乡的民众 能够顺利搭车返回户籍地所在的车站 记者陈吉林 台东市报导 全力维护和将军 传で远养 岁国传日 920223 谷 beyond 立喉 420223 4212 1212